中国巨头海外大撤退,出海不易国内神话再难复制,美国打折网。 新年购物神价直播,今年6月,在全球最大的印度,专题,市场,以TikTok为首的59款APP也遭到官方封杀。 一场来自中国巨头的撤退运动正在轰轰烈烈展开,以出海最为成功的TikTok为例,早在2019年10月,扎克伯格便对其进行中。 全出击,上线短视频产品Lazoo与其正面对抗,今年6月,在全球最大的印度市场,以TikTok为首的59款APP也遭到官方封杀。 眼下他也正面临着有史以来的至暗时刻,肩负着张一鸣登顶纪。 画的这款产品,尽管挖来了迪士尼前高管凯文·梅耶尔·凯文。 梅耶,坐镇海外,但去中国画进程并不顺利,就连海外总部选。 只也因正商环境等原因变得扑朔迷离,而几乎同一时间,阿里宣布关。 BUC浏览器和UC在印度的运营,再往前追溯,今年2月猎豹旗下。 45款应用被谷歌下架,广告账户也被终止,在这之前被封杀,下架的出海名单中,还包括Yanday,处宝等用户规模过益的应用。 从早期的工具型产品,到实价火爆的内容社交产品,在海外遭受重创,的巨头们不得不选择退出当地市场。 过往在国内被奉上神坛的巨头们,出海之后,并不如国内风头无良。 多重因素交错下,巨头出海正备,破案下再停舰。巨头撤退背后巨头在海外已经变天了。 一味不愿。 据名的印度创业者表示,据接近阿里的一位知情人士表示,阿里在。 印度的传真,服务器全都被监管了,远程格式化以后,全部暴损。 他们对外宣称观评业务,但可以看作是国际化业务收缩的信号。 他强调称,在大观资本合伙人,电视剧,Richard看来,这也 是很无奈的事情,生态一直卡在别人手里,尤其是早期出海的工具。 型产品,广告变现渠道极度依赖Facebook和谷歌。 因此当,政商环境变得恶劣,甚至矛盾加剧时,首当其冲被卡住脖子的夜视剧。 头门。 Some are really clicked over. In original可以说,在海外的巨头门,面对的情况远比过内复杂, 一举一动都会收到更加严格的审视。 在前不久举办的关于第1.0安全问题听证会上, 正词称,美国国会议员对于TICTOK的指控, 除了质疑产品层面的数据收取,保存路径外,同时指向其位于中国北京的母公司是否会将用户数据收集,并交给政府。 为了能够应对来自美国政府的审查, 据业内知情人士称,已经在海外站稳。 脚跟的TICTOK早已裁掉了上万名中国区的内容审核人员。 但情,矿并没有变得更好,对于TICTOK的审视正在变得更加严格。 而,在欧美市场外的新兴市场,随着TICTOK被封禁, 印度本土产品,ShedChat,也不断抢占TICTOK原来的用户。 巨头在,海外开始步履维艰。 曾经为了能够在海外发展顺畅,巨头们纷纷向当。 第四号,美团,阿里,腾讯也纷纷在海外投资公司, 但外来资本的字,游度正不断遭到限制。 各方规定,要求外资电商调整供应链,停。 只大幅折扣并且将用户数据保存在印度国内的服务器, 以保护小型时。 提企业,保护用户数据安全,为印度本土科技公司提供发展空间。 印度政府否认此举事为了限制外国企业, 但明确表示支持国内小零售商。 抵制单一市场。 经过几年的发展,现在很多国家都看明白了巨头的野心和企图。 上述接近阿里的知情人士表示, 当然,在巨头撤退。 背后,还有一个更为关键的原因, 击除了较为成功的TikTok。 其他产品几乎很难赚钱。 想在新兴市场赚钱,也是相当不容易。 该人士表示,据他了解到的消息, 这些年阿里在出海业务上的投入。 从早期UC浏览器工具出海, 到短视频产品VMATE再到电商业务。 已经烧了很多钱,但离盈利依然遥遥无期。 巨头去印度,很大城。 度上是去赚取用户量, 毕竟只有用户规模和体量大的市场, 才能支撑。 巨头的大铁量, 但他们所看中的海外流量红利 以及复制下一个中。 国的梦想,正在被现实打脸。 巨头未必懂海外市场孙正义的时光机。 理论被除去的创业者奉为规念, 然而面对着Open的国际市场, 玩。 全照搬中国模式的巨头们, 并没有尝到甜头。 大关资本合伙人Rick。 Hartt告诉称, 如果完全抱着降维打击的心态去海外, 会败得很惨。 已经拥有成功经验和模式打法的巨头们, 到了国外, 水土不服的情。 矿石有发生。 作为最早一批出海的创业者, Apps创始人李涛称, 早期出海主要以工具型产品为主, 轻量级产品不需要运营。 也不需要运营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